师兄实力高强 我自愧不如 只求师兄放我一马 玩儿呢 大哥 那么怂 算你小子实相 既然如此 我就大人不计想过 他不过一个人而已 我们三个联手 优优独播放 该死 这星辰火焰本人 竟然这么强大 弄不好 还会被他反噬 古丹之法 万物为鲁 能练解的 好 星辰学院果然在上古时代 得到了一团星辰火焰本源 竟然肯定进化成神火了 神火 古记上有记载 一火处 万火朝拜 天火处 天崩地利 神火处 曾经苍穹 好 果然能吸收 琉璃火焰增强了 如果能找到星辰火焰的本源 对金神地狱转的修行 也极为有利 你是炼丹尸 我的老幼啊 需不需要帮忙 你走开啊 小爷才不需要被比人族的帮助 这样啊 本想着给你一滴生命宝叶来着 可惜喽 不可惜不可惜 我要我要 看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摔下来的 我去上面找宝物 结果全是火焰 就为咱 开始吧 我们攻击箭矢 太起贼了 这样只能被动挨凹 无从反击 不能再这么下去 必须找到突破口 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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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胜负已定 王家从今日起 奉足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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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终于来了 有诈 小江 第十层的灵气竟然没有压力 啊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生命灵犬 哇 这么多生命宝叶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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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承受不了 哥哥 别怠心 秦楚 好可怕的气息 抓到了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统领塔的符文 没有 伤签 伤签 这样不行 得想其他办法